小米聊天和大家聊天 今天都不能急 這幾天我想華人世界都 很多人都會頗不開心 因為這個 我覺得是偉人 大作家矮康先生離世 中年87歲 昨天我收到星期日 收到這個消息 我都馬上WhatsApp沈西成大哥 問一下他究竟是真的 最後大哥都說 因為他有個朋友叫王曾 應該是跟偉康先生相當熟 他證實了 偉康先生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說法 就是外星人接了他走 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個 證明香港很多人都喜歡偉康先生 因為偉康先生我們心目中 有幾個香港人一定要多謝他 就是他的風骨 老實說以他的能耐的能力 我想如果真的需要賺錢的話 我想他賺多 我想不止一兩個億 但他可能真的沒有興趣 還有這麼多年我想都沒有多少個人 我不敢說香港我只是全世界 能夠言行一致的人 我想都沒有太多個 就是他早年批中國的國情 到晚年的言論 都是沒有變過的 就是他不和王瞻 王瞻晚年都開始 可能被人統戰 就是王瞻早年就不停反共 這件事 我們小時候看了很多文章 但是到晚年 明顯看到王瞻已經不復當年用 不過幸好 這個不是就他 他就離開了世界 就是沒有給人更加 如果去到現在的 我想王瞻先生都有點晚節不保 這個就是事實 但是魏康先生 你不會發覺有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香港電台大大話話話 方問他幾劑 他的言論是從來沒有變過的 這件事非常佩服 這幾天很多人都坐下 今夜不設防那些話 印證了今天 也是一一印證了 當然再不要說他那本追龍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老友 就是魏康先生的讀者 其實魏康先生的科幻小說 我看得很好笑 因為我從來不喜歡科幻 這件事可能很悲 但是他傳統最出名的幾本 我看過 就是老貓 藍血人 大廈 追龍我好像有看過 我記得這幾本一定有看過 也要這樣 另外魏康先生 改編字 《环珠留珠》那本《玄珠》 《玄珠》改了《紫青雙劍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也有看過 木蘭花 他用魏力這個名字 叫木蘭花 我也有看過 高牆 魏康先生從來都是一個多產 水準高與不低 不重要 我覺得是 穩定 他創造了很多角色 很多人說綠子琴魔 各方面 都是魏康先生當年的作品 到後來他主宰了整個電影界 為什麼這樣說 當年最由六七年開始 第一部一百萬的電影 《獨臂刀》就是他編劇 當年張哲很多電影都是魏康先生的作品 到李小龍 《精武門》找他編劇 好像唐山大興也是他編劇 當然他不能夠出名 因為他跟邵氏簽了合約 到了楚源最當淡的時候 拍了幾套七十二家房 之後連續幾套電影 然後也是全靠魏康先生和陸叔說 古龍有一套作品叫做《流星蝴蝶劍》 相當之好 然後楚源先生就改編了這套電影 然後從此又有些星徒 然後拍了很多古龍的電影 這個大家都清楚的 所以都是一個很厲害的智人智者 當然我們對他的言論 我覺得香港人一定要多謝他 不過可惜他有十幾年去了 不知道美國還是加拿大 去了移民十幾年 從小到大 我也有跟進他的新聞 他有很多事情 因為我第一次見他 我應該是三十幾年前 我年輕人十幾歲 當年市政局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市政局這個政府機構 在大湖床搞了一個講座 那個講座就是講古龍的武俠小說 古龍 當日的講者就是 主持就是鍾景輝先生 這個嘉賓的魏康魏大哥 他就跟古龍不用說話 大家也看過那些 就是他跟古龍先生 好像那些以前古代的 就是那些好朋友 就是那些合事 古龍先生死的時候 放了那些酒 那些XO 然後他說 古龍也不想說 不如拿那些XO出來做飲 多暢快 就是一個大俠的作為 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 那我就記得那次 我第一次見到魏康先生 那我還問了一個問題 我說 古龍先生 你知道古龍就跟古龍的作品很多 多過金融很多 那有些就粗製難 有些又說代筆 那我就問了魏康 那時候我十幾歲 我就問魏康先生 究竟 古龍有哪幾套作品 是能夠 令我們年輕人喜歡 我怎麼會這樣問的 那他就問 他當然半下半淡的 他就說 他很多好作品的 不知道你喜歡看什麼 他就說了 我記得是流星互調 一定有說 多情劍 下無情劍 就是這個 其實就是小李非刀 這個名字 可能那時候電視 也不七個字太長 所以改了名字 叫小李非刀 就是李尋寬 把刀 非刀 是不是 古龍的主角的名字 就是怪怪的 就是陸小鳳 其實是男人 李尋寬 你以為他是嫖客 但是不是 是一個 兵器譜 好像排第三 排第三 是不是 就是 那時候 我第一次見到華爾康先生 往後都見過幾次 但是不敢跟他聊天 就是 他應該有一段時間 是住八德新郊 可能是住 珠城大廈附近的 就是這個 緋醉器院 就是 那裏 那裏 就見過幾次 華爾康先生 當然 後來認識的前輩 就說那些風流運事 就是他喜歡那些女人 怎樣飽 其實不重要 我覺得一個合 可能你說道德觀 這些不重要 我覺得一個合事 應該是這樣的 是吧 賺到錢 當然 以前我看過很多小說 他是一個很 如果有人很沉迷 他就很瘋窮 有一段時間 他很喜歡玩 背殼 他玩到變了專家 有一段時間 他玩音響 他 他轉言到又是變了專家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記得三段時間 我那時看了這書 有一段時間 就是玩熱帶雨 他也是轉言 他家裡有很多漁港 那 就 玩到又是變了專家 那我就很記得 這幾個 當然他這幾個典故 是吧 那 還有他寫 就是他寫字之快 是不是 當然 連陳馬棟 當年都去上門 去收個稿 那 就是阿棟哥都講過 就是上去銅鑼灣那裏 那裏 就好像 藝大哥就搬了去蔡西湖大廈 我沒有記錯 就是最後 我記得還沒移民 好像住蔡西湖 因為我聽沈西成講過 那 當然我就覺得 跟著就每一年 你都會 隔幾年我們看 拿回今夜不設防 他那一番 對於中國的前 就是那年的事未回歸的 就是今夜不設防 之精彩就是因為 當年未回歸 是吧 就是他不同 那時候 這個 王瞻都 還是很硬正 蔡蘭就是 知道他是一個 就是那時候蔡蘭 不知道怎麼定位 只是覺得他寫小書 不是寫佛散文 很出名 那就半個電影人 因為我不知道 他又不算很出名 是吧 不過 後來去了家和就出名 他在邵氏就不算很出名 因為你永遠 邵氏永遠得 陸叔和方小姐 其他都不出名 那後來他去了家和 就拍了很多 很想演的電影 不過今天不是講蔡蘭 那就 寫很多散文 但是魏康先生 當然就很多 作品 是不是 他什麼都會寫的 那我連 講程 程塔塔都有 當年有本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 一本書叫不記的信 就是不記的信 我還是博益出版寫 他當然有很多這樣的作品 寫什麼都寫的 當然我還記得很多 十年八年前 他在蘋果日報 又回復寫的 當然寫一寫就沒有寫 是吧 當年這個 就是魏大哥 是吧 很多人都對他 非常之尊敬 每個人都當他是智者 不過當然我和他 就是很多年前 四五年前 他回到香港 那當年 就是朋友 馮振超先生 他說 我和他 就是 因為馮振超那時候 那時候有見一下魏康 那我不知道 是AN730有約稿 這個我不記得了 如果你們有知道 可以告訴我 那我和馮振超 就是當年他是副老總 我和馮振超先生 就是馮振超常常聽我 我說 Danny 你可不可以帶我見一見魏康 他答應了 不過因為電台倒閉 那就 就沒有了這件事 那如果再打給Danny 很無媚 那人生就 就是想親眼 親身 見到一面 加上現在 往後 魏康很多消息 都是來自 風老眾 就是這個 馬馬介 還有現在 就是 就是那些 online game 那位高人 就 因為他好像 他的老婆 就是阿彥康的契女 那很多消息 都是來自 風老總 在Facebook寫的 內容 那今天 再找回他 1957年 10月27號 就是這個 工商日報 第一篇文 我都鋪了 叫做活賣 那當年 他的筆名 就叫做 伊奇 我沒有記錯 是嗎 就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錯 不過就是 我拿來看回 他當年第一篇報告 很多人都說 我最喜歡炒舊歷史 各方面的 就是 就是我最喜歡 就是 裝一下東西 不過就是 很可惜 是吧 一個 我認為 香港 我不敢這樣說 但是 我都覺得 是香港最後一個 有風骨的人 往後就沒有了 真的很坦白 不會有人 這麼夠僵 這麼夠坡 講那些話 就是講那些話 我想往後就真的 不會有這支國際場 我想往後 大家只會聽到 人民疫運 講大話 就是 你知道 最近都做了這兩集 那些假愛國分子 就是 活此往後 都還聽到這些朋友 你會講 講那些 就是 你會覺得很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這個時候我經常說 讀錯 被阿童哥鬧幾次 很匪夷所思 就是你會覺得很 你不會相信 他們講那些什麼 那些 這些我都往後 我小慧經濟會繼續 大家 就是 聊一下這些問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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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他希望 就是 這個 李大哥 就 一路走好 就是 他 他接下來去哪個星球 哪個外星人 也希望 那些外星人 能夠照顧得他好些 對不對 因為他怎麼都 我認為 香港 是令人最尊敬一個文學的 一個學者 一個作家 就是我想香港人 不是很多個作家 是值得你們推崇 推崇 包括就算大明 也已經金融 你不要說我得罪 說這句 是吧 就是 反而魏康和他的妹妹 逆書 真的有成家 逆書一早就離開了 去了 去了 不知道他去了美國 還是加拿大 一早就離開了 是不是 我反而小時候 我見過逆書很多次 因為他住美夫 我反而見過他很多次 不過他的樣子很酷 我不敢瞭他 是吧 都 都幾不開心 雖然我不認識他 真的 真是 真是 真是幾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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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雖然我不是他的大客分師 但是他的所作所為 一切種種的東西 是很令人尊敬 但是就 沒有辦法 人生就是這樣 是吧 歡聲與淚影 對齊 真的沒有辦法 真是 都不知道怎麼說 這一集 就是叫做 我跟他很淺談 就是我跟他 就是我用一個 比較好像讀者身份 講一講他 是吧 就是所有事情 可能今天報紙會做 這幾天報紙會做很多 很多專輯 周刊都會做很多關於他的人語事 可能很多人都會聽沈西成先生再講 我想這一代 不是很多人都會 有這麼多藝康的故事 可能聽沈西成大哥再講 好嗎 今集小米聊天講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 和大家小米聊天